2023第一天共军东部战区 秀出东风飞弹 要对外展现军事实力 导弹部队秀肌肉 共击也没闲着 2022年12月31号到2023元旦 总计15架共击越过海峡中线 及侵扰西南空域 其中殲-10跟殲-16战机 还逼近我逃出外海 24里临街区空域 让国军的天宫跟爱国者飞弹基地 当天的红点目标警讯大响 空军战机也紧急前往南节 他刚才已经看到我们北部 是有一些缺陷 北部有弹无机 中共现在是他只扰台不攻台 我们不应该泄露底牌的 就是我们不开第一枪 不发第一弹 那他这样的话 他只要扰台 你就拿他没有办法 那这个可能就是给蔡英文一些压力 让他在元旦文告的时候 可以说出一些让两岸缓和的这种讲法 学者分析攻击实无前例的迫近 是在给蔡政府压力 就这么刚好 蔡总统的元旦文告也递出橄榄枝 蔡总统表明愿意协助中国抗议 尽管对岸高层尚无回应 但元旦到12号这一天 很巧没有任何共激扰台 这难道也是对岸 试出善意的讯号 那我倒不认为 因为中共在这一方面 他软的更软 他这个会扩大 两岸的继续的 双方面的交流 站在军事上他不会软 共军侵扰台湾的次数 确实越来越频繁 根据国防部统计 2022年共激扰台的架次 就超过1700架 远比2021年900多架次 还要来得更多 参政府试图与中国友善互动 但对岸是否买账 都还是未知数 华语新闻 郭思文李景强 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